一最后一题110这地方 也就说他有两个模式 一个模式是什么 一个模式是你的题目 这个是自由出题的模式 那这个自由出题的模式的话呢 这些参数是来自于哪里 来来自于阿克曼 就是那个参数 就是一般叫参数叫引数 里面那引数里面的话 基本上 他一定是一个一个 先一个什么 先一个中文再一个英文 中文英文中文 他是一维的方式 所以他是跳着的 所以在我们在跑回圈的时候呢 必须怎么样除以二 为什么要除以二呢 因为他的位置是两个 因为他不是二维正列 那下面这一题就是二维正列 所以呢做出来的结果的话 我们昨天是有跟他快速的讲一下 那这边的话我们 来看一下基本上自由命题 然后两个参数命令列 所以将来 当然除了说我们可以从那个 argument里面传参数之外 也可以从这个地方 从那个DOS 就是在test mode以下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地方去传 一个中文空一格 一个英文中文英文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有这个 比如说有四个单子要测验 那最后他的结果是一定要是这样子 你使用的几秒钟 所以几秒钟这个地方是一个变数 然后呢在几题当中答对几题 这个是将来也必须要秀出来的 固定的模式啦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你要去看一下 也就是说将来比较重要的地方 你要能够拿高分 拿满分的话 记得他要什么 你给什么 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那另外就是说呢 会算分数的部分 我昨天有讲过就是说 可以判断自有模式跟预设模式 这边有七 七分其实大概如果换算起来 大概也差不多快一半的分数 大概就20 因为一题就是 应该是15分变50分 所以这部分的话 应该差不多要 也要有个三一半的分数 大概25分嘛 那底下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另外25分 所以你会发现 自由模式跟那个预设模式 其实就占了一个很大的分数了 但是其实 如果真的你这个地方做不出来的话 那你其他另外一题很简单 应该还是可以过 也就是说尽量不要放弃就对了 但这一题真的是比较麻烦一些些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做出来的话 当然比较麻烦 可是问题 倒是也还好 就是说 各位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地方 是所谓的预设模式 那预设模式部分的话 就是说 是用二维的方式来做 二维的方式 其实甚至你可以把它改成一维 也没关系 然后其实很多程式 也可以改成一样 因为argument是 就是我们传信的argument 是一维的嘛 那如果说你读进来的也改成一维的话 底下的判断是其实可以共用 因为都是一维的 差别只是说什么 差别是说你判断到底 这个你的argument里面有没有 这边有判断了 判断你的total 就是你argument的legs 也就是说你的参数里面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呢 那就是执行自由模式 这个自由模式底下 然后呢 如果没有的话 就才是预设模式 那基本上当然这个地方 也可以再修改一下 那我这边是写成二维的 其实各位也可以把它改成 改成一维的也没问题 那另外就是说 读入这个阵列的方式 有没有 其实这个地方 我们是把它这样先宣告 再读入资料 其实另外一种写法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就是你也可以 宣告一个阵列 也是二维 后面的话就不需要这个了 直接给大瓜火 然后给两个资料 有没有 其实应该你们在 Java课程里面也有讲 就不会这么冗长 就一行就可以搞定了 就不用这么多行了 OK 那写法上不同了 不过这个方式 为什么我是之所以会写这样的方式 写这样的 其实写这样的方式是比较好理解 我们看也比较看得懂 比较好去 比较不会错 为什么 因为它的架构一定是五笔资料 你可以看这个地方 五的话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它有点类似一个table 就是你的database database一个表格 对不对 那基本上呢 我昨天讲过说 它基本上很类似 一个虚拟的一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的话 基本上就是类似像这样 总共就是我们给给五列的五笔资料 五笔一二三四 我大概五笔资料 然后两个栏位 也说我今天放进来 那这一第一栏的话是放那个 我们的中文的名称 然后呢第二栏是放英文的名称 所以大概基本架构就是这样子 把它放过来 那后面的部分的话就读 就是第一个先给一个时间 然后再来去跑 跑它的那个这个题目出来 然后最后做一个计算 就是说一个end就是它最后的时间 那把也就是说将来 如果说你们要去计算时间的话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那预设模式部分 下面是 下面是预设模式 下面是自由模式 那自由模式的话呢 基本上 我们是透过那个argument里面 所以argument里面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说 这里面我们要给他的按右键 就是说先给他的那个参数 那这个等同就是说 你在DOS底下去设定这个参数 编辑一下 那里面的话会有个argument 这个里面你可以传参数 那我传了三个三个参数 中间就都是加空白 那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里面有参数的话 我们执行 他就会用那个自由模式来出题 所以这个地方会读到right 那你可以打一个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打一下 ght 那底下 好 那之后的话 也一定是要有个秒数 跟一个题 然后对几题 那几秒钟的话 最后出来 基本上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end减掉star 除以1000 因为是毫秒嘛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几题 那就是legs 就是参数里面 因为我们总共有几个参数呢 总共有六个参数 我这边有 我是三题 六个参数 那六个参数一定是一个中文 一个英文 所以必须除以2 表示总共有几题 有没有 那答对几题 答对几题就right 因为我答对的话会跑这个r right++ ok 那所以最后秀出来 其实最关键就是这个地方 你要能够把这些需要的东西秀出来 ok 好 那这个画面的话 基本上我也把它放上去 所以如果各位要参考的话 可以到云端的这个 我的白板上面去看一下这一题 基本上大概是这样子 那写法上面 当然还可以再改变啦 有的 有的时候我之前有写过就是用那个什么 用物件的方式来写 好 比如说 不过用物件来写的话 基本上当然你可以啊 这边有个建构值 你也可以用建构值传 传进来 然后呢 你也可以再加一个什么void 就是你的把它写成方法 有些共同部分你可以写成方法了 只是说这样的写法可能会稍微复杂一点 如果对你们考试上面会比较不好 不好记 因为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用物这个物件里面去执行这个方法 那网路上面好像很多分享都是用这个方式来写的 这个方式 那我想也可以 那你你可以是new一个new一个你自己本身 那也是可以啊 就是说写法蛮多种的 那你可以稍微变化 因为将来这个考试是人工月券 并没有标准答案 主要就是说你要可以run出我们要看到的结果 那所以如果你习惯再把它封装成一个物件 再去run某一个form mencer的话 那都没有关系 那我只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叙述 我想程式部分各位可以再做一些调整 是无所谓的 或者你如果不喜欢用for回圈 你用度回圈坏回圈也可以啊 没有问题都可以 但是结果是要跟我们要的一样 那基本上我讲过了 其实你无论用for回圈 用坏回圈 用度回圈 其实都可以做出来 就像我们昨天有讲到那个 九泽生发表 有没有for回圈 for回圈可以run 坏回圈可以run 可以啊 度回圈可以run 可以啊 其实都一样啊 好像有一张那个国家考试那个 叫什么 丙级的软体设计啊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考这个 这张证照 丙级软体设计 它里面考的其实就考什么 考你回圈 那也就是三种回圈 就是for回圈 坏回圈 度回圈 然后他就是三抽一 三个回圈 让你抽一个 然后要你去把 三种回圈 反正你抽到哪一个 你就是要把结果做出来 那他就是反正抽到哪一种回圈 你就要用那种回圈去写 写出他要的结果 你就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写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了 很多其实都可以让考验自己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再试试看 这个110的部分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就是增加了 昨天最后我们是讲到那个 这个这个预设模式 那 等一下我想各位 再试试看那个自有模式 那这一题基本上 你会发现那个分量 如果跟前面的比起来的话 真的是要难上许多 要比较难一些些 好 但是 但是我觉得这一题的挑战也还蛮大 而且可以扩充性很多 将来你这个东西可以再把它改写成 很多的这个sample 甚至APP里面也可以用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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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